113年蜜香红茶评件金牌奖 分散在11位的茶农手上 玉里镇长龚文俊、农业客长、建设客长等人 到金牌奖农友门市部贴红榜祝贺 并表示11个金牌奖当中 玉里的赤柯山就拿下了5个金牌奖 让大家更认识赤柯山香甜的蜜香红茶 电报声响起赤柯山茶农又传出好消息 这是玉里镇长龚文俊率同农业客客长刘建林 前往赤柯山各优秀茶园贴红榜祝贺 113年蜜香红茶评件金牌奖 分散在11位的茶农手中 玉里镇长龚文俊、农业客长、建设客长等人 到金牌奖农友们来贴上红榜祝贺 并且表示11个金牌当中 玉里赤柯山就拿下了5金2银一桶奖的奖项 赤柯山上的农民也获得了好几个金牌奖 金牌跟银牌的这些得主 这也证明了我们赤柯山上面真的是出好茶 尤其是蜜香红茶 我们很希望这样的成绩能够延续下去 然后让我们赤柯山上的经济 能够因为蜜香红茶能够做改变 以及有很好的前景 光文俊表示祝贺所有获奖的赤柯山茶笼 玉里赤有极为优良的茶叶品质 并且都是以品质为上 技术为辅的制茶理念 透过持续不断的研习 以及比赛累积经验 使得赤柯山制茶的实力逐步的深厚 记者高松双玉正采访报道